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难探索的专业 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用心 这就是那个全世界的一种魔力吧 我三岁开始打拳 我爸是教练 他每次去比赛时候带上我 那时候就是那个开始第一区的比赛 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 可是看着人特别多 那个特别热闹 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 我可以当专举手 可以当世界冠军 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 我上六年级以后 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 我在体育学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 教练让我跟那个大体育学一起练 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 就全身酸疼 就起床 从露梯下去的时候 整个大腿腿都疼 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 这样下 他特别酷 来之前没有想过 就想了就是觉得 连一连去搭一搭就行了 想很简单 来了以后才感觉到 这是一个真正的 男子汉感的捐验 两年以后才有比赛机会 07年在喀什地区的比赛 我打了38公斤 也是赢了两场冠军了 就这样开始 08年我去新疆对手 也是最小的 然后我给家人打电话就说 我训练特别酷 我现在正想回去回家 我就那样说丑 我妈给我说 做专业就是很难 要是你坚持下去的话 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 酷的话也走下去 就这样想 请你 可以 可以 109年 比赛 就从我受过伤 那时候我一边哭了 一边留学 那时候最酷的 我妈去看那场比赛 那时候我一边哭了 那时候最酷的 我打完比赛 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 她哭着给我说 你在台上大了 不到十分钟时间 对我来说 这十分钟就是 十年一样 就过特别慢 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舒服 从此以后她没有看过我比赛 我比赛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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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比赛 参加过六十多场 六十多场里面就是 五十四场赢过 六场数 最难赢得比赛 在一年 去打那 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时候 打四场比赛 每次遇到的就是 特别好的队友 那时候我教练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 因果不挂的主持人 二零一四年 过了五月以后 就是关过关注赛 那场比赛也是得压均 然后 我跟我爸商量了 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 打职业比赛 一百六十八吧 一百六十八吧 七月三个月以后就是 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 在北京 跟泰国打的 打六回合的比赛 今年的满满天安利是二十一岁 轻高一米八三 地板一米八四 今天七月十八号 在安稳那场比赛 我带他去看一下那边 职业比赛是什么样的 我打了比赛 下来以后 他上台哭着听我 然后下来以后 他笑着给我说 比以前 比起来这场比赛 过得特别快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这场比赛 不可以 他在那里面 他才能贴一样 他带他们 在那里面 下来 他便接受了 他在这场比赛 他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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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他能不能看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真的不能看 我认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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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场以后 不要想进出 相信死心 断上死心 然后可以断上对方 每一场比赛 每一步走得稳定 每一步走得更好的话 也就是关键 凭总 roasting 但是 技术 这还是我的弟弟 我和我一点 因为我的老婆 不笑 我会支持 好柯 我的小拗 发掘 说 我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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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 赛一瓶 唱着一首歌 唱着两首歌 唱着三首歌 带着一个人望